腔腔三元行 今天这个话题是属于又婷的 是吧 我呢也是 我现在腔腔谈多少年的这一集话题 对 我们这个节目 女嘉宾必须承担一个天然的责任 就是那个全国互联的任务 婚姻恋爱与家庭 对吧 对 而且呢 这个新闻你们肯定都报道了 这个 我听说咱们公司有的这个女主持 也真够俗的 我天哪 坐飞机到上海 买多少张票 去看这个汪峰的演唱 我不是说汪峰演唱会 我是觉得这种追星的这种 这种行 女人找借口 总是找借口 你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跑去偷情 她当然是告诉你说我去看汪峰 所以专门去一个偷情大会去偷情 对对 可能几个女主持 女主播去那边偷情也可能 我现在学会千万不要信女人讲 是 但是就 你说这场演唱会直啊 对不对 为什么直啊 汪峰大告白 头条 你看 你听到了他现场的告白 这不是很直吗 不是只是听歌而已啊 就像周杰伦演唱会有一阵 有一年他在台北 开了好几场嘛 他有一场找了这个张慧妹 有一场找了蔡依林 看了蔡依林那个就 看了张慧妹就骂看到蔡依林的那一场说 我想看你跟蔡依林对不对 我不想看周杰伦跟张慧妹 不是你是喜欢看色情表演的还是喜欢看歌唱表演的 那也是表演 他们哪有色情表演 只是说 我不是说那个 那个冲击力 你跟菲文对象一起同一场的感觉 所以你看 可能大多数歌迷啊 都是你这个想法 觉得很直 但是我看这个新报纸 也有个别歌迷 我认为他是专业的 专业歌迷 有的歌迷就是 那个汪峰最后说的挺长嘛 有的歌迷也喊起来了 说太长了 可以唱歌了 回家再说 好像还有歌迷大喊 干我屁事啊 唱歌 这样 八分钟八分钟 你看你要叫你去 你就看到这一段 你觉得是最精彩是吗 我 应该是说 我觉得有加成的效果 就是像bonus一样 我去就是觉得 听演唱会很好 但是如果他多了一段 告白一些故事 我觉得更好 怎么样的好法嘛 假如是我的话 就有点幸灾乐祸 我见证了一个悲剧的诞生 哪里来的悲剧 坦白讲 男女谈恋爱最快乐 就是那种爱爱妹妹 甚至他们名人的话 不要告白 不要给别人知道 而且名人的话 坦白讲 我什么样的关系 有结婚 没结婚 小三小四小五六七八 不管别人事 而且要让别人来猜 我告诉你 特别在娱乐界的名人 有一种道德责任 这要什么呢 你不能把真相 告诉你的歌迷影迷分事 你要让他们猜 猜你的关系 猜你是什么样的人等等 我觉得这也够缺德 那快感在那边 这个新闻热度也才会在 他讲的也有一种规律 叫做见光死 就是说 只要一公开 所以他认为 当然咱们可以这个 设身 不是叫设身处境 就叫感同身受一下 我也没能去看 你看 汪峰 也是上过咱们节目的 所以这个 你再看看下面 说子怡 子怡其实长得 还是这个 可以 你再看 你看 你再看 周围谁照的照相 把周围人都弄虚了 是吧 你再看下面 在一起 要叫什么 一帆风顺 是吧 这还是很多人祝福他们 好 又婷来谈一下 你可以放开了讲 没关系 第一我觉得 也有人说 就是这救济场秀 就是我演唱会来 开演唱会 现在大家都在开 可是我要上报纸 如果你把它当作 比较商业的炒作 它就是一个秀 我们两个互相 讲好的一个秀 反正你爱拍 你爱讲 你爱写 我们就互相 这个维持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身价 这个无所损失 对不对 因为男女双方都知道 所以你也可以当作 是一场秀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女生啊 到最后 不管是不是名人 我觉得 如果子怡的表情 是真的 是打从心里 真的有这个热泪荧荒 那我觉得女生 都是需要一种肯定 对不对 你被藏起来久了 不能名正言顺的 这个公开 而且更恐怕 他们这过程当中 被人家讲了 就是小三小四啦 很多不道德的罪名 放在上面 又不被看好 但是你的男人 如果在众多几万人面前 就是跟你讲说 You are mine 就是我就是 你就是我的 这样 你当然就被肯定的感觉 应该 给你一个名分 对就是名分 我觉得女生 好像都好需要 这些事情 对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事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 都会问女的 女人是不是很喜欢 这个调点 就是说一个男人 因为我看美国电影 还是电影里 总爱拍这个 一个男人 在大庆广众之下 恨不得在天安门广场上 当着人 我爱你 怎么怎么办 你是我的老婆 什么玩 一不一切 这样女人就不行了 是吗 对就是 有种被肯定 对不对 就是公开的 被肯定的感觉 但我自己 其实是不爱了 对 我觉得尴尬 对 我觉得尴尬 我觉得 就像我现在 已经不喜欢过生日了 我觉得年纪变大 通常很多人 帮你祝生日快乐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就特别虚荣 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 因为我摄成处地讲 如果我 我跟一个女歌姓好 我去看她演唱会 她在台上来这个 我当时的感觉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 钻进去 而且我她演唱会 没开完 我就得跟她分手 这是我不能受 因为很简单 我不能受到这个 因为那个 不是你爱的人 谁说 我就即便爱 我爱的人 我就不能允许 她就不是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你以为了 所谓爱情 所谓爱情 我们常说失去理智 现在你不是 对着爱的人 所以你就说 用理性思考的话 假如那个是 你爱的人的话 他做什么 都是好的 而且特别针对你 你知道吗 而且对女人来说 一般来说 是觉得说 女人不笨了 都知道 我拿到一个男人之后 甚至之前 我要付出多少的苦 我以后要忍受 这个男人 可能再有其他的 所以当我在最高峰的时候 当然要戏剧性的 送最大的传戒 最戏剧化的 求爱 求婚 求什么 满足 我想可能 我们这一代人 感情是不健康的 我吧 是不是因为 我们小的时候 是因为是性压抑 还是因为 我们小时候 这个环境 否定人的情感 以至于 反正我觉得 感情让别人知道 是非常羞耻 肉麻的 非常肉麻 而且我非常蔑视 而且我非常的 觉得 就是碰都碰不得 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 我跟两个人好 还要让大厅 广众知道 你知道吗 这对我来说 是个特别羞辱的事情 所以你看 汪峰 让我感看到了 这种矛盾的 这种公开化 他公开讲的是 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够 悄悄的好 对吧 你们都不要关心 可是恰恰是通过一个 特别大 广而告知的形式 告诉你们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 自己好的权利 你知道吗 这对我来说 这个真是相应程序 因为要叫我的话 我可能最怕的 就是在当众说 我跟谁谁谁好 我认为 我还 我认为这个里面 还有一种 我们的自卑感 我们小的时候 没有受到自信 像美国人 我们就觉得太二了 就是 你要脸不要脸 就说你看 说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的感情 那么多人 你保证全班同学 大家各有各关心的事 你凭什么觉得 你的感情就要占用 大家的时间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 我是这样的教育 我是觉得 这太丢脸了 一个人 占用大家的时间 你比如一个公司里 开会 停一点 停一点 我要向又听 求婚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说 你太拿自个儿 当回事了 在我的这个 但是你看 我今天还敢当主持 你占用我讲话的时间 那接下来 我没有当中跟他好 你安静一下 没有 因为我可以想象你说 从小没有信心 特别在你说的 那种环境下 枪打出头鸟 你可能要表白 又有点什么成就的话 表白告白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其实是自卑 或者说自残行贿 就会觉得你是什么人 你有什么 你在那么多人 你面前 就是把你个人的事情 能够放得这么大 这件事本身 我们受到的教育 是狠斗私自一闪念 你知道吗 狠斗私自一闪念 一个人怎么可以 把自己的私事 也因为我是在这个路数上 为什么狗仔队 我觉得就是生物 就最大恶极 就他怎么可以允许 把一个私人的 这么一个破事 占用我们公众的这个时间 和阅读空间呢 那你说如果没有狗仔队了以后 我们的娱乐新闻要报什么 如果你现在把狗仔队的东西拿 好像这娱乐新闻 这娱乐圈就无聊了一点 因为 以前有 以前没有狗仔队的年代 香港也有八卦杂志 那他写什么 表白 像现在香港有一份 我们叫娱乐杂志 叫明报周刊 你看到 每一次一些娱乐界的人 被狗仔队 在其他周刊来踢爆 要澄清的时候 他要来表白 他就去那一份明报周刊 那一份效度也是非常好 到现在 大家觉得有公信力 他就给你说 我分享 我作为公众人物的喜悦 我想让你看的事情 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还是可以这样做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做我也觉得不好看 我们的胃口被破坏了 当然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咱们一定要有同情之了解 就是你不知道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围曲 比如说这个汪峰和张子怡 从这个狗仔队 告诉给我们的事情来看 他们一直没想提这个事 是在躲 开此前什么成都演唱会 也是闭口不说 那台底下都大喊 所以是不是也是逼得没办法 还有重点是因为太多负面了 我觉得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 这个经纪的从来没有祝福过 也从来 任何的感情没有这个 娱乐记者很少是祝福的心态 总是觉得挑事啊 这个背景有怎么样啊 两个人不相配啊 收入不配啊 胜啊 负啊 比起前男友啊 他现在怎么样 总是有很多的看衰 对不对 就是都一直不看好 所以我觉得两人委屈到一种极致 干脆怎么样 就是我只有在我能讲话的时候 告诉大家嘛 所以而且下面都是自个人的时候 我今天出来接受访问 我还得向记者会 那就真的有点太过了 但是我在我的演唱会上 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带一首歌 我也没说是谁啊 他也没说是谁啊 他从那也没跟你们说是谁 但他知道你们会想成是谁 而且全场 全场毕竟还是你的拥护 对重点是这样 他给你助兴 只有个别人说太长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感慨的讲 因为看到这个新闻 我要想起我经常有的感想 我觉得有几类男人我最嫉妒的 第一类有钱 因为女人喜欢有钱 女人选男人通常是你要有钱 要不你就很英俊很帅 像金城武 德文涛这样 会说话 然后第三类就是会唱歌 你会唱歌 我写过一篇文章 很精彩的文章 标题叫做唱情歌的男人 当你特别在公众场合 唱一首情歌唱得好听 情深缓缓的 看着那个女人的时候 你多不英俊多穷 那个女人都软了 什么都给你 我觉得这三类男人 你看到了吗 什么都给你 我都看过 我都非常嫉妒 像我们又没钱又不帅 又不会唱歌 只会写个文章的人 真的要 老师 还是有了 对对对 这是谦虚 那个时候我们拼了命的练这个吉他 就是在搞这个调点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跟一个女人唱个歌 就练成了吗 练成了 我会唱三四首歌 真的 对对对 会唱三四首啊 确实是啊 有效吗 你知道 那个时候这个女的还傻到什么呢 那个时候还流行一种人 就是诗人 还流行呢 我们80年代的时候 诗人 顾成那个时候靠什么混饭吃 那个时候说北岛顾成啊 就跟今天的周杰伦一样啊 那这个女青年全上去了 诗人就可以啊 这些现在 现在还是 没法说了 我没想到你还练过吉他 我现在可以弹三个和弦呢 真的 真的是 他到现在还是靠着那三四首歌 还是三个和弦 就没什么事 还是用那个 所以跟女人得速箭速决 到第二天没得唱了 当天晚上就要解决问题 你知道吗 很快扔下吉他就抱女了 不过我承认 这个唱歌是男生的杀手键 是 我现在去KTV也是 就是那种 会唱歌的男生 不知道哪来的魅力 而且这个唱歌 我觉得是天生的 我自己 如果说我这个人生 有什么遗憾 是希望能够有个技能 就是唱歌 我就觉得我唱歌不行 我的声音还可以 但是讲话也行 但是不能唱歌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有唱歌多好 对啊 我有这个感想 是因为 有一次去看 李宗盛的演唱会 他站在那边 捧着其他唱歌 唱情歌 所以我就想说 李宗盛嘛 经常见一个漂亮的 娶一个又离婚 生一堆 然后又再娶等等 我就想 这样一个男人唱情歌 你看到他 你就融化了 你觉得原谅他 好像受委屈的是他 不是别人 对 你就什么都给他了 什么都包容他 照顾他 爱护他 多激怒 我就马上起身走了 受不了 你知道就说是 占了这个 他们呢 就是搞女人呢 占了音乐的便宜 但是都要占一些便宜 你像我们这种土鳖呢 你知道吗 就只能灌醉 其实音乐等同于酒的作用 就他把女孩子催眠 两个人他跟你唱 你不是在酒吧跟他唱唱三人戏一下 然后他就觉得 哇 你真是满腹诗书 我跟你讲不一样的 说话不大管用 真的 因为说话呀 是理性的 这个人呢 理解语言呢 是经过了一个语言中枢 音乐为什么 音乐 为什么你听音乐的时候 可以直接流眼泪啊 听觉啊 直接关联到你的情感中枢 所以你听很多音乐的时候 一下子直接你就受感动 所以音乐 离你的这个情感中枢啊 距离更直接 语言呢 你得理解了我的话 真的 才能有反响 对 怎么能说哪篇文章说 这我写的文章您看一看 然后看完以后就说 你有没有愿意跟我回家 对对对 我试过 你有试过 对啊 我书还没翻开 对方不在 去哪里 这我跟你说 人家汪峰弹着吉他 唱这一首歌 我得说一天一夜 对 也没这个 都没这个效果 就差不多 也能 也能 也能赶上 而且最后他还聊困了 聊不好 你说这 说靠说话呀 很费神 我不骗你啊 又婷我真的思过 香港对着一个女生说 坦白说 我的身份是个作家 正常讲第二句话 那起来就走 没错 作家更不幸 你看还有一句话叫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是是是 我也就是说一晚上话 就能搞定的事 还得读十年的书 才能产生一个效果 这个真的 有三儿只要就是 好好地培养他一技之潮 真的 不会唱歌 就起码会个乐器 斯文扫地了 今天斯文扫地了 哎呀 我就觉得搞音乐 会唱歌 这种是最没文化的 最不识字的人 他也可以 但是今天这个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不吃香了 女孩子你看 宁愿要不就找钱了 都很直接 要不呢 我也得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弹琴的 唱歌的 直接打斗我的身心 张子怡之前爱的是 萨贝尼摩 他爱的是会讲话的 所以我们子怡姐姐 告诉我们 讲话也是个才能 不要不要自己 就是你知道 就是 这个 谢自己的气 从结局 从结局 还是无言的结局 靠讲话的 最后是无言的结局 汪峰这出戏 我们还可以看下去 还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我看到汪峰这个 话说回来 我觉得蛮惨的 因为后来我看到 香港的八卦新闻 都在报道 还翻出他以前的 跟好像好几个旅人 什么有娶回家 没娶回家 我好像把他 又塑造成一个 什么没良心的男人 那我觉得 坦白讲 人家的关系 一段一段 把他处理掉了 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 谁知道谁呢 我觉得他蛮惨 现在爱这个人 每次你有以前的历史 当你来表白 新的一段的时候 往事就被翻出来 好像你现在的爱 就不是爱一样 我真是跟人民群众 学了很多道德 在我这个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以创新的设计 将网络服务应用 完美汇聚 为你制造更好的手机 为客户而生 移动制造 移民 其实很简单 桥外移民 为您开启各国的大门 全国咨询热线 4007009222 现在不是老说 要这个接地气吗 对 我就经常看那个跟帖 是 我觉得就是乌烟瘴气 但是我在里边看到 我就跟群众学习到了 很多道德 就是 比如说 他们有一种道德 是处女情节 这你可能都想不到 咱们周围的人 好像现在不大把这当回事 但是你看很多网友 实际上都很在乎处女情节 就要找一个处女 你看还有一种 就是 很多明星绯闻 你看后面跟帖 通常是认为 我发现人民群众的道德是什么 跟我的其实是一样 但是 我是认为我自己很失败 比方说 就是 如果有了孩子 或者说是 跟过去的这个太太 这个分手 是 为了新欢 对 你知道 我也很难做到 我也是一碰这个就崩溃 就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我认为是我的失败 那么我并不是认为 这个是道德 我是认为真的就是没办法 你比如说 你能抛下孩子 或者说是 其实啊 他不是那么说的 他也不能叫抛弃孩子 但是 对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呢 这是人民群众的道德 往往你看一个明星 他要是这样 比如说 离婚了 甚至好像离婚呢 人民群众都觉得 这个不是个好事 其实你在这儿 还真的是了解啊 很多很多的人 跟你的道德观 是不一样的 保守嘛 像香港 我们经常说 好像很开放的城市 非常保守 我们看到报纸 只要有离婚的妇人 一定是写什么 弃妇 对对对 他实际是 然后我刚说香港的报纸 又把汪峰 好像说成抛妻 弃子 谁的感情不会变啊 上司老板 下属 朋友 什么什么 而且特别男人啊 一定是吃亏的那一个 不管你付出多少 只要你在那段关系 破灭之后 你就面对那个压力 没有 我觉得这个 在媒体里面给男 人家不是说啊 就是 就像成龙大哥讲过 对不对 就是我犯了很多男人犯的错 这件事就过去了 所以 基本上这个色谈 还是给予男明星 比较大的空间 他没有过去啊 但如果 但如果女明星 但如果女明星 就是 有这种感情上的背叛 例如说 伊能静 被拍了一个牵手照 什么的时候 然后 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有性别上的分别 对 还有一件事 就像你上次说的 就是 人民群众呢 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寄托在一个 公众人物的身上 所以当你 让他失望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那种 爱之身子之前 怎么你不行了 就像 王妃离婚 我不相信爱情 他离婚 关系什么事 他不跟你就一样 但就是 我们寄托了 所以这就是 我们一直在聊的嘛 就是你寄托了 这个形象 所以 期望越高 失望越深的时候 你的反弹 就会越大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过了 那我们再期待下一个 哦汪峰失败了 好 那我们再期待 下一个摇滚歌手 看他可不可以成功了 我们再期待下一个 就不就这样吗 但是怎么叫成功呢 就如果他 我说如果在感情上 你就是 例如说就是婚姻美满了 那我们就 一直寄托一个人 能够婚姻 婚姻美满到底吗 不就是这样 那什么叫美满呢 你要最问 什么叫美满呢 这我就 不分手就叫美满 美满就是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男人 早上七点起床 九点上班 都在办公室 吃老婆弄的饭和便当 下午六点钟下班回到家 吃完饭替老婆洗碗 陪老婆坐在沙发看电视 周末带小孩 每个月薪水拿回来 把他在这一辈子都说了 对 没有 我话说回来 我还是感兴趣 你说人民群众的 对于处女的着迷 你当然嘛 他上网总是上那个处理讨论区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罗关文明启示录 可能也严禁一小时候 这个选才有问题 可能是个人